歡迎收看今天七月二十一號 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李小儒 首先來關心 今年第五號颱風杜蘇瑞 上午生成 目前是輕度颱風的規模 強度還在持續增強 路徑 仍有不確定性 可能會往琉球移動 也可能在通過呂宋島之後 接近臺灣南部的海面 氣象局最快下週一晚間 到週二白天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而下週三到週四 將是颱風相對最接近臺灣的時候 上午艷陽高照 午後雷震雨的天氣形態 會再持續兩天 隨著今年第五號颱風杜蘇瑞 生成 持續向西北溪前進 天氣將在週日晚間開始轉變 颱風外圍雲系將率先影響 東漫部與南部地區 海邊長浪明顯 天氣也會開始轉雨 氣象局最快在週一晚間 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我們大致上可以看到其實颱風的路徑 有可能會往比較偏向是琉球海面 甚至往巴士海峽到菲律賓這一帶 都是有可能侵略的一個範圍 所以說其實是否會影響到我們臺灣 甚至是發布路徑 其實不確定性還是比較大 氣象局不排除 這將是今年第一個影響 臺灣的颱風 民間氣象公司分析 颱風剛形成 目前歐洲模式和美國模式 預測出現很大分歧 美國預測颱風可能由 臺灣東北海面通過 歐洲模式則是颱風 將通過旅宋島 可能偏北接近臺灣海峽 我想海上警報的機會 應該是很高 陸上警報就要再看 他接近的這個程度 如果是走臺灣西南邊的路徑 北上的這個情況的話 因為是這種逆時針旋轉的環流 所以說臺灣的東半部 還有南部地區 我想應該受影響的情況 會是比較明顯的 分析師提醒 颱風強度會持續增強 也可能會是今年第一個發布 陸上警報的颱風 週三到週四 颱風相對最接近臺灣 預估東半部地區 還有橫沉半島 首當其衝 要做好防臺準備 記者綜合報導 不如吉的貨櫃船天使輪 在高雄港外海 不明原因進水 船長棄船求救 船上十九個人全部獲救 但是船上一千三百四十九隻的貨櫃 隨著船隻凌晨沉末 空貨櫃也漂浮在海面 小琉球海域 已經有漁民募集到十多個空櫃 而且船上還有近五百公噸的燃油 為了防止油污漂浮擴散 港務公司在乘船的水域 也圍設了燃油所 並且派出工作船 拖回空貨櫃 但是因為海上不佳 截至下午四點半 只撈起了六隻空櫃 散落的空貨櫃漂浮在海面上 漁民趕忙通報 讓高雄港一港口一度封閉 二港口管制進出港時間 高雄港務公司也派工作船 協助脫代空貨櫃 高雄港務公司出沽 漂流貨櫃約五百到六百指 往高坪溪出海口 小琉球及屏東外海漂流 以集結工作船打撈及拖帶空櫃 但海上不佳 下午四點半前僅撈起六指 而在下午一點多左右 已有小琉球附近海域的漁民回報 看見貨櫃出現在航道上 也有東流線交通船回報 貨櫃漂流在岩浦漁港外 海約二點五海裏左右 船公司表示 佔不影響船班行駛 二十號上午 帛流及貨櫃船天使輪 不明原因進水 嚴重傾斜 船長棄船十九名船員全數獲救 但到週五凌晨已呈現沉默狀態 船上在約一千三百四十九指空貨櫃 陸續散落海面 船上還有近五百公噸的燃油 除了打撈空貨櫃 天使輪上的燃油 已在周邊布設燃油所 高雄港務公司表示 等海上穩定後 會再進行抽油作業 並會要求船都積極善後 雖然華運輪隨即轉彎離開 但是已經造成了兩船些微的損壞 環海翡翠輪上個月三十號舉行了交船典禮 今天遭到碰撞 臺船表示船身的邊緣欄杆被撞壞 而事故的原因還要調查 忠油也指出 若是造成財務損失將由保險公司來處理 新北市昨天發生大樓裝冷氣掉落雜種行人的意外 負責施工的離姓工人被依照過失致死罪嫌移送 經過警方訓問檢方附訓之後三萬元交保限制住居 而檢警下午也到亞東醫院進行相驗 家屬也到場 十分的哀戚 此外現場老檢也發現 離姓工人安裝的過程 疑似沒有保持冷氣機的固定 遭到新北市開發三十萬元 承包商開發六萬元 編對媒體追問要不要向施捨道歉 涉案師傅低頭不語 悲於過失致死罪移送新北檢就辦 因為他二十號到新北板橋 新北站附近的社區 安裝直立型窗型冷氣 施工不慎 冷氣機高速墜落 雜死一名政大女學生 據瞭解師傅聲稱 他平時都安裝分離式冷氣 不太會裝窗型冷氣 也坦承安裝螺絲沒有鎖得很緊 而案發現場 有民眾不捨死者奏事 擺放鮮花悼念 檢方覆訓後 預知施案能三萬元交保後船 限制住居 檢警也到亞東醫院相驗 家屬道場實奔哀妻 案發後 新北市府 勒令施工單位停工 勞檢處派員調查作業過程 疑似理性師傅作業上 為保持冷氣機的勞吻 造成冷氣機悲弱 量成不幸 認定有書師 將依法開罰 今天我們勞工局將對李姓師傅 跟他的公司實施行政調查 違法事實一經確認 最高可採處三十萬元罰款 這起意外 也引發冷氣機安裝作業上的公安討論 像是有從業者趕時間 忽略施工細節 膨脹螺絲鎖得不夠緊 或是用電鑽鎖過頭 都可能造成施工及後續維修的隱憂 像是電器工會 就制定室外機安裝規範 要求業主在高空安裝 能設置鐵籠或護欄 保護施工者安全 對後續的維修也有保障 如果業主拒絕安裝 施工者基於安全 可以拒絕失作 記者陳嘉欣 吳家寶 中志成 新北市報導 桃園市龜山民宅 今天發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造成兩死一昏迷 警銷貨報搶救 初步調查也發現 現場使用開放型的熱水器 沒有強制排氣 而陽台又做封閉型的雨遮 而且還掛滿了衣服 不排除是熱水持續的流放 液氧化碳不斷的累積 又無法有效的消散 造成悲劇 桃園市龜山區 滬民宅二十一日 清晨傳出液氧化碳中毒事件 造成兩死一昏迷意外 警銷貨報後前往調查 搶救初步研判是洗澡 用熱水器煤關 釀成意外 但詳細原因仍帶進一步釐清 液氧化碳中毒救護案件 到達現場西歐偵測器警報聲大作 向人員立即啄空氣呼吸器 陸內搶救 現場共造成了三名人員受傷 均由救護人員送往林口腸肺醫院救醫 消防隊表示進一步調查發現浴室熱水沒關 熱水器是開放型熱水器 無層制排氣 陽台又做封閉型雨遮 且掛滿衣服 不排除是熱水持續流放 氧化碳不斷累積又無法有效搜散 才會釀悲劇發生 如果室外型的熱水器要安裝在陽台 請務必注意 陽台的窗戶不能關閉 或者是說安裝強制排氣型的熱水器 如果你突然間覺得頭痛 噁心嘔吐 而且家裡的每一個人都出現同樣的現象 那你就要意識到 你有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 窗戶打開 就是要保持通風 就人要儘速的離開現場 醫師則表示氧化碳中毒 不論冬夏都有可能發生 可怕之處在於事發難以警覺 當醫師到身體不適時 若無力自救 關島時反而會吸入更多 就算生命被救回來 也會造成身體擁走傷害 記錄網站 陳曉雲 桃園 台北報導 新北一起家暴殺婦案 成為全臺首起國民法官參審案件 新北地方法院經過一連三天 密集的審理之後 今天一審宣判 何一庭認定寄信婦人 符合自首要件 可以獲得減刑 但是事發當下 她沒有立即的危險 並非處在孤立無緣等理由 無法適用刑法五十九條犯罪 形狀險可閩述的規定 再次卓量減刑 因此判處寄信婦人七年兩個月 全案人可上訴 不堪長期被家暴 寄信婦人去年十一月趁丈夫守稅 把人殺害這起殺人案 新北地院加入國民法官開庭審理 二十一號判決寄信婦人 有期徒刑七年二月 犯下殺人重罪 最關鍵的良刑問題 能不能減刑 減便多次攻防 最後何一庭認定 寄信婦人 只符合自首要件減刑 但畢竟整起案件 是全臺第一起國民法官參審 對審檢便及國民法官 都是新挑戰 從審理到選判 格外引發關注 有國民法官說開庭審理時多少惠煌控 就怕法學知識不足 也有人提及庭上重斥大量資訊 光離界就耗費精氣審 現在新知上路各地方法院累積超過四十件 涉及殺人及酒駕致死等案件 將由國民法官跟職業法官一起合審合判 由於採密集審理 力拼短時間宣派 也考驗審檢便及國民法官的體力與耐力 去年地方公職員選舉 苗栗地檢署偵辦縣長中東景 大胡鄉聯合競選總部主委等人 現今買票案 對中東景提當選無效之訴 而苗栗地方法院今天宣判 認定相關人士為自發性的拉票 沒有對假關係 不過回檢方當選無效之訴 去年九合一大選 苗栗縣長中東景 因為大胡鄉聯合競選總部被查獲會選 陳姓主委秋女等三人 被苗栗地檢署起訴 上個月苗栗地院依違反選罷法 判決有罪 檢方另外對牽涉此案的中東景 提當選無效之訴 卻安近期辯論終結 苗栗地方法院二十一號 一審宣判駁回原告之訴 邱姓女子行賄過程 雖有提及中東景林玉清 但這個警系出於自己自發性 為中東景林玉清拉票 中東景委由律師出庭感謝地院做出公正判決結果 親民關鍵證人都表示沒幫縣長買票 批評苗栗地檢署先設計再畫把 呼籲檢方尊重民主選舉結果不要再上訴 不過苗栗地檢署則表示將在收到判決書後 研議是否上訴 我們會呼籲檢察官就這樣子的情形應該要停止上訴 然後並且尊重這個苗栗四十四萬三千九百零八名的選民 所做出的這一個民主選舉的一個選擇 關於苗栗現場中東景選舉訴訟一案 本署將在收受判決書之後 研議是否提起上訴 除中東景外大湖鄉代表林玉清當選無效之訴也駁回 而同案的大湖鄉代表謝建德與大湖村長傅顯榮 则判決當選無效 寄角民封鵬安群苗栗報導 桃園一名十三歲的少女配合中立警方辦案 當幼兒引出嫌犯 但卻在警方的監控之下 還被嫌犯再走性侵得逞 柳律師認為警方明顯違法是不當的偵查行為 桃檢已經介入偵辦 而中立分局也表示會檢討改進 並且配合檢調釐清原警 有無違法情形 律師在臉書上po文 已比扯鈴還扯 桃園市警局必須負起全責為題 寫到十三歲少女配合中立警方 充當幼兒卻在警方監控下 上了張姓男子的車 遭到性侵得逞 批評警方讓未成年少女 當幼兒又補嫌犯 明顯違法是不當的偵查行為 違法大外哥女老師是你 報復超商浩克把人家打得頭破血流也是你 現在讓十三歲未成年少女當幼兒 還害人家被性侵又是你 律師表示這樣子的釣魚執法 已經違反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 要求懲處 同時補償受害少女並將後續進度 完整公開 警方回應嫌犯以私密照片 要挾性交易 母親發現後隨即報案 因交友軟體難以反查才會讓被害少女洋裝 搭應性交易引誘犯嫌出面 本案偵辦過程從受理筆錄製作及行動當時 均有監護人同意及全程在場陪同 並無單獨以十三歲少女作為幼兒之狀況 未成年的這個少女本來就不應該變成是警方的 一個幼兒而去協助警方的偵辦 學者呼籲未成年被害人因予以拒絕當幼兒 以防漢事發生 地檢署也已分他案偵辦 由懲辦檢察官確認相關事實及法律適用 警方也表示會深自檢討改進 並配合地檢署調查 釐清原警有無涉及違法情形 相關疏失責任也將一併追究嚴懲 接著詹淑雲 桃園報導 金門一名四歲的女童 因為高燒不退 十八號到金門醫院急診 回家吃了兩次的藥 嚴重試睡兩天 隔天才接到院方通知 客流感給成了成人的劑量 需要換藥 這也引發家長的不滿 衛福部長薛瑞源也表示 金門醫院有通報錯誤給藥 會釐清責任再採除 將女兒抱在懷中清潘安府 金門一名四歲的女童 因為持續高燒不退 十八號深夜 被家長帶往衛福部 金門醫院急診室就醫 醫師在診療後開立刻流感 沒想到家長為女童吃了兩次藥後 十九號下午才接到醫院的通知 劑量用錯了 家長表示因為生病加上醫師開錯劑量讓女兒試睡了兩天 院方通知回院換藥時 只是換了一瓶化毯的藥水 讓孩子繼續服用 而發生宿舍的醫師當天並未出面致歉 和志工接觸的過程也沒聽到志工表示歉意 所以決定將過程PO上網 終於得到院方出面道歉 跟家屬誠意的道歉 沒有做調整 另外當然在藥局方面 藥師的這一個調劑的時候 以及給藥的時候必須要再核對 修正員表示金門醫院有通報 對於該名女童會持續追蹤關懷 至於是否有相關的採處 會再進行相關責任的釐清 新北市中和兩歲男童恩恩 因為確診身亡 恩恩爸質疑 救護車延遲送醫八十一分鐘 向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和衛生局提國賠訴訟 請求賠償議員 新北地院今天宣判恩恩爸敗訴 新北市府等機關免賠 可以上訴 我完全沒有損失 因為我最大的損失的人已經離開了 我要這個議員 我贏了或輸了的人還是離開 但做錯事的人 被抹滅的真相 我一定會讓他公諸於世 恩恩爸表示 心裡早有準備 對判決結果不意外 後續將要提起上訴 新北市政府則表示 尊重法院的判決 理解 並且尊重家屬的決定 張華西湖一所國中代性數學老師 七年前涉嫌侵犯女學生 遭到判刑兩年 並且解聘 最近傳出這名老師出獄之後 不只改名 還要再開家教班 而曾經受害的女學生十一號出面提告 張華檢方偵辦之後 也向法院生涯獲准 這個月十一號 三十二歲的Y小姐出面指控 十八年前就讀國二時 被國中的代性數學老師 利用課後家教的機會 以按摩或矯正姿勢的理由加以侵犯 時間長達七年 也在公所人員和律師的陪同下提告 張華檢方認為 這名代性老師涉嫌重大 向法院聲揚獲准 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當庭逮捕 並以涉犯為重罪 有勾串證人 湮滅證據之餘 向法院申請 這名代性老師在二零一七年 就曾經因為性騷女學生被依妨 妨礙性自主罪 判處兩年有期徒刑 並永久解聘 而被害人Y小姐表示 這名老師不僅改名 而且要付出開家叫班 決定向正公所求助 並提告妨害性自主 而律師表示 目前掌握至少有五名的被害者出面 受害者是大約有五位 那這些人當然是說受到性騷或性侵的都有 的確是還有其他隱性的受害者 那這些受害者沒有站出來 原因有的是不想破壞現在現有的生活 有的是還在整理情緒 委任律師表示 目前所知道這五名被害者 除了Y小姐之外 有三個人是透過公所尋求法律協助 除了希望檢方擴大追查 也希望有類似狀況的被害者勇敢站出來 提供更多的具體 事證 既有林健身 王龍濤 彰化報導 市林地院前蔡信審判長被指控性騷新進女法官 經過性騷擾 申訴處理評議委員會調查之後 認定性騷擾成立 法院也在今天 移請法官評鑑委員會 如果經過審議成立 恐將移送懲戒法院來審理 而女法官協會也發聲 要力挺受害者 曾當法院發言人說明判刑理由 前市林地院蔡信審判長在法官論壇 被揭露 涉嫌性騷擾新進女法官 案件進到法院的性騷生平會後 現在結果也出爐 市林地院二十一號證實 審議認定申訴案成立 法院發出書面聲明以進行訪談調查 決議性騷擾成立 二十一號已經依申評會建議 依請法官評鑑委員會做個案評鑑 如果經過審議後又成立 蔡信前審判長恐怕被移送 懲戒法院 輕則判處申戒 最終面臨免除法官職務 除了蔡信前審判長 像是前懲戒法院院長李柏道等 多位司法官相繼捲入me2逢播 民間私改會喊話 強化行政監督落實評鑑機制 以防這類事件 頻傳 記者川西正寧臺北報導 多個貨運駕駛工會今天前往交通部抗議 一度和警方爆發推解 工會不滿新冠疫情以來 貨運需求龐大 而貨車的裝卸停車格不足 常常被迫圍停 但是今年新智上路之後 圍停被祭典一年十二次就會吊扣駕照 兩年吊扣兩次就會吊銷駕照 呼籲交通部還是要從源頭來解決問題 拿著抗議標語 想進入交通部表達訴求 一度與警方爆發推擠 不滿貨車裝卸停車格太少 讓貨車駕駛常常要停紅線 行川線 甚至並排 才能下車送貨 而今年新的違規紀典制度上路之後 只要是在行川線或是交叉路口等地方圍停 就會被祭典點數一點 一年十二點吊扣駕照兩個月 兩年吊扣兩次就吊銷執照 汽車貨運倉儲產業工會認為 貨車駕駛是被迫圍停 卻可能因此沒了駕照丟掉工作 他完全都是紅線 完全都是機車 那我這個怎麼送 我們從來都沒有說圍停狀況是對的 但是你必須要讓我們有辦法去改善這個狀況 吊扣牌照 這對我們職業駕駛來講 就是一個非常惡劣的法律 工會不滿 宅配近年需求成長 更追求快速到貨 但道路規劃沒有符合產業需求 貨車沒有合法的地方 可以臨時停車 甚至像這一類的裝卸專用停車格 還開放部分時段和一般車輛共用 要求交通部廣設貨車停車格 並檢討祭典制度 交通部回應 違規祭典新制 是為了保護行人 不過會將公會意見帶回研議 交通部表示貨車停車需求 牽涉地方政府因地質疑 將請公路總局及各區監理所 匯同地方政府檢視轄區內貨運物流需求 以臺北市為例 目前全市有兩千兩百多個貨車裝卸停車位 北市停管處表示 若有裝卸貨物需求 也可以提出申請 將到場會刊 來評估是否能夠劃設車位 記者需要講 視像台報導 內政部今天公布 最新的全國代售新城屋 去年第四季達八點二萬宅 創新高 全臺以桃園歸山區的餘屋最多 其次是臺中北屯區和新北板橋區 專家也分析主要是桃園市和新北市 興建案的推量大 但是房價並沒有鬆動 民眾購物的意願較低 靠近新北林口區桃園市上桂山區 現場到處可見還沒蓋好的建案 或是已經蓋好的代售新建案 不僅沒人住也沒成交 新建漁屋創新高 內政部公布最新全國代售新城屋 去年第四季達到八點二萬宅 專家分析二零一六年後房市市況回春 很多建案陸續推出 這幾年賣入大 家務期 加上過去幾年央行 信用管制壓力 許多建商 加快開發速度 市場上 推案增加等因素 才使得全國代售新城屋 數字創新高 統計全臺 代售新城屋前五名行政區 第一名是桃園歸山區四千零五十二宅 其次是臺中北屯區兩千 九百七十宅和新北板橋區的兩千 八百八十一宅 專家分析桃園市建案量大 房價相對平穩 漁物量大 賣壓沉重 不過實際走一趟位在桃園歸山的 漁案銷售中心 業者表示儘管當地 推案量大 但現在每週來 客數人平均維持三十幾組 民間團體表示 未來半年到一年之內 如果賣壓持續增加 不排除部分 建商會修正價格 至於代售新城屋數量是否大幅回跌 與後續推出了囤房稅有關 有待觀察 記者 郭俊麟桃園報導 美國對臺軍售交付延宕達一百九十億美元 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瑞特納出席聽證會的時候 他先澄清這是系統性的問題 強調也會透過總統撥款全軍員 儘快履行對臺承諾 漢光演習下週就要登場 國防部公布二十一號上午六點起 真貨包括殲十及無人機等二十五架次軍席活動 其中十九架次是逾越海峽中線 還有共建四艘次在臺海周邊 不過現在美國軍售交付延宕達到一百九十億美元 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瑞特納出席聽證會時 先澄清這是系統性的問題 將會透過其他授權途徑 儘快履行對臺承諾 另外也有議員詢問 美軍在密西根州軍事基地訓練臺灣部隊的問題 瑞特納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僅表示最好在閉門的狀況下討論 而針對共軍的擴張行為 美國國務院亞太助金康達則批評 北京試圖改變臺海現狀 而美國的對臺政策不變 台美關係在近年來已經達到最好的階段 那我們都會以這個負責 還有合作的方式 來使臺美關係更加的堅強 由於副總統賴清德即將出訪巴拉圭 並且過境美國 中國駐美大使 謝峰就批評要擋住賴清德 追頭灰犀牛 行政院長陳建兒十一號 回應出訪過境早有慣例 中國不需要無理滋身事端 製造動亂 記者和言朋友組張柏良 台北報導 美國白宮證實美國提供的極速炸彈 已經送到烏軍的手中 並且部署著戰場對抗俄羅斯 俄羅斯總統普廷先前曾經表示 如果遭到這一類彈藥的攻擊 莫斯科也會保留使用權利 而中國官方則證實在奧德薩的總領事館 遭到俄軍空襲時波及毀損 前線的烏克蘭士兵使用美制M109自走炮 對俄軍陣地發動攻擊 戰事吃緊 烏克蘭軍方透露 已在東南部前線使用美國提供的爭議 武器極速炸彈對付俄軍防禦陣地 前線烏軍士兵也證實 過幾天就會收到極速炸彈 俄羅斯總統普廷先前曾表示 俄羅斯有充足的極速炸彈 但未曾使用 並批評美國曾說 使用這類彈藥是犯罪行為 聯合國秘書長古提瑞斯強調 雖然美國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沒有簽署 禁止使用極速炸彈的國際公約 仍堅持反對在戰場使用的立場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則控訴 俄國攻擊黑海港口 奧德薩的基礎設施 中國外交部二十號晚間證實 中國在奧德薩的總領事館 也遭俄軍空襲波及外牆跟窗戶都損毀 至於俄羅斯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的成員 則出現在白俄羅斯國防部公布的影片中 並且正在訓練白俄羅斯的士兵 白俄國防部還表示 這個軍事基地距離 北約成員國波蘭邊境只有五公里 住在波蘭邊境的民眾 對於近來頻頻有直升機飛行 以及不時傳出槍聲和爆炸聲感到不安 也擔心戰火蔓延到波蘭 公司新聞政委任別議 印度再傳集體性侵案 曼尼普爾幫兩個種族衝突火拼 竟對俘虜的對方女性公然施暴 引起全國公憤 總理莫迪在民眾強烈抗議之後終於表態 他譴責這是印度支持 印度在野黨國大黨的青年成員 二十號在首都新德里 示威 抗議東北部曼尼普爾幫 印度教徒為主的媒鐵族 與信奉基督教的酷基族 爆發衝突兩個多月 還發生兩名酷基族女性遭敵對陣營俘虜 被強制脫衣遊街 並且集體性侵的事件 影片上網瘋傳震驚全國 高昌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莫迪當局 卻沒有作為 五月初的性侵案 當局七月二十號才首次展開逮捕行動 儘管影片清楚拍攝到許多围觀與涉案者 目前只有四名嫌犯落網 反對黨抨擊莫迪 對自己同黨執政的曼尼普爾當局不置一詞 任由抹黑受害的酷基族人 來自緬甸都在種鴉片 要求撤換當地首長 由中央進行調查伸張正義 莫迪在壓力下終於重化譴責 性暴力讓全國十四億人口蒙羞 曼尼普爾幫的衝突已經造成至少一百三十人死亡 雖然主要衝突在五月平息 但零星的暴力跟燒殺事件仍然持續發生 導致數百人受傷四萬多人逃離家園 工人新聞是會中別譯 英國知名導演諾蘭 他的最新作品奧本海默 二十一號在臺灣上映 將帶觀眾回顧原子彈之父 奧本海默的傳奇人生 而片中也會重現歷史上首次核爆瞬間 震撼的情節 對人類快速科技發展也提出示警 好萊塢民道諾蘭指導的新作品奧本海默 本週期陸續在全球上映 改編自物理學教奧本海默的自傳 講述這位原子彈之父 在二戰時期參與開發核武的始末 寫實還原改變世界的三位 一體核試驗 二戰多國交鋒 美國和納粹互相猜忌 展開激烈的核武競賽 美方認為只有現一步 做出原子彈才能打贏這場戰爭 因而祭出曼哈頓計畫 還挑中奧本海默 作為計畫的核心人物 本片全長180分鐘 帶觀眾一路跟隨奧本海默的重要人生歷程 從一開始不被看好 最後卻克服困難 奇蹟帶領團隊達成研究目標 但核爆的威力也致使他在戰後強力反對軍備競賽 電動車電池原料理需求越來越高 鋁礦運藏量佔全球前三名的波利維亞智利和阿根廷成為各國爭相合作的對象 排名第一的波利維亞最新宣布運藏量從原先推估了兩千一百萬噸增加到兩千三百萬噸 南美洲的智利阿根廷與波利維亞號稱鋁礦的鐵三角 三國的總運藏量佔全球超過一半 其中阿根廷和智利各以兩千萬噸與一千一百萬噸分居二三名 排名第一的波利維亞原先預估是兩千一百萬噸 但在各地干涸 鹽湖 鑽探六十六口井之後 預估值又大為提高 李礦是可充電電池不可缺少的原料 從手機 行動電源到各國競相研發的電動車用電池 都離不開鋁這個元素 早期以鋁離子電池為主 目前則有改良過的鋁聚合物電池為大宗 不過開採出來的鋁礦要作為電池原料 必須經過提煉成為鋁金屬或鋁合金 這一方面的技術還是要靠相對先進的國家 因此上個月底 波利維亞與來自中俄兩國的三家公司簽約 共同投資二十八億美元協助波利維亞提升鋁金屬的製造水準 對投資的國家而言靠出資與提供技術 是掌握鋁礦的必要手段 因此歐盟也不落人後 積極與波利維亞接觸 目前雙方正在進行協商 而除了鋁礦 包括銀 新 遷徙這些非鐵金屬 歐盟等國也相當有興趣 國市新聞局這樣便宜 海洋市府為了防止充電停車格長期被占用 七月起公有停車場的充電停車格 才累積費率收費 停放一般車格則是免費 結果有電動車的車主停在一般的停車格 接上隔壁的充電樁來充電 規避停車費 交通局表示 這已經觸犯竊盜及詐欺得利 要查證提高 這輛深色的電動車停在一般停車格 但卻把電動車格的充電線拉過來充電 這樣不僅免費充電 原本該付的停車費也不用付 採用式電動車數量越來越多 但雲先採用電動車免費充電和停車的方式 車主抱怨也產生不少亂象 台中市停管處表示 充電車格屬於專用性質 任何車輛停放 如果沒有充電 就屬於佔用行為 共有停車場的充電車格 從七月起採用累進費率 預計停車費 如果停放卻未充電 將依照公告的停車費率來收費 並依法開罰 另外在水南經貿園區的公有停車場 四十五隻的充電樁套上帆布 沒有啟用 真正使用的只有十二格 常遇到充電樁不足 讓電動車主抱怨 充電環境不友善 台中市的停管處統計 截至今年六月 設計台中市的電動車數量 有六千四百六十一輛 但公有停車場設置的充電樁 卻只有三百五十三座 供需明顯有落差 學者認為 應該讓充電回歸收費 充電不用付費 基本上那是一個鼓勵的措施 現在我覺得要把鼓勵措施 轉而要變成一個使用的模式 就使用者付費的模式 尼克聰表示 雖然民眾使用電動車的意願 漸漸提高 但除了應該衡量市場機制 討論收費充電的可行性 也應該對設備業者採取鼓勵措施 在設備提供充足和使用者適度付費之下 才能改善電動車的使用環境 高雄市都市計劃委員會近期通過臺鐵高雄機場開發案西部計畫 民間團體認為開發區高度重疊 造成廠區紋屍和近千棵的大樹要面臨移植 砍除 道路分割破碎 場區的紋理破壞嚴重 也呼籲營建署要撤毀計畫 民團前往營建署製作簡報 陳情與市府官員臺鐵局及營建署相關 代表開會希望近千棵 約三十到四十年以上的大樹能夠保留下來 但高雄市都市計畫委員會近期通過的都根案 細部計畫中場區紋屍森林大樹與開發區域 高度重疊 道路分割破碎導致近千棵大樹的森林 約九成面臨移植傷害和砍除 要砍除八百四十一棵樹 要移植一百二十一棵樹 完全不是富裕計畫 這樣的計畫出來對外宣稱說 我樹木有善進保護 我有做個富裕計畫 結果是砍樹 移樹佔九成以上 民間團體表示市府對外聲明 宣稱其版本有社會共識 但舉辦過的三次座談會中 民團地方里長 議員都有提出 希望樹群保留做成魏武營大公園的訴求 完全不被市府納入規劃 民間團體連署反對市府的規劃 希望開發總建坪不變的情況下 能夠將開發地坪縮減約八公頃 留下十七公頃的森林與場區紋屍 避免道路切割催生森林公園 銀建署表示對於公園面積大小問題市府與民間團體有不同的建議 而臺鐵為了活化土地 是否能退縮到這樣的範圍會造成什麼影響 都一起到 專案小組會議來做討論 希望在會中凝聚共識取得平衡 記者為邱福財 彭耀祖特別報導 宜蘭投城陣力游泳池近期開放 入場免費 但是有民眾發現 孩童進入游泳池要簽竊結書 如果受傷後果自負 家長也質疑救生員不足 由於質疑的聲浪不斷 鎮長下午也宣布 游泳池要無限期關閉 走進投城陣力游泳池 被要求要簽一份竊結書 上面寫著 若在園區內導致意外傷害 願自行負責 民眾見到相當氣憤 民眾表示 自己的孩子去泳池游泳 遇到牽竊結的情況 現場救生員人數還不足 覺得很不合理 如果都泳池游泳要牽竊結 出事要自己扛 那去河邊玩水就好 幹嘛去游泳池 實際到游泳池觀察 發現現場只有一名救生員 丁少 具游泳池管理規範 投城陣力游泳池面積達五百平方公尺 至少去配置兩名救生員 明顯違規 對於泳池沒救生員 民眾多不認同 投城陣力游泳池 二零二一年因疫情關閉 中間盡力廠商解約 泳池設備整修 近期重新對投城陣名開放 入場免費 投人證公所則表示 謝傑書只是提醒作用 沒有法律效力 現場救生員人數已補足 但二十一號下午 蔡文藝突然在臉書宣布 未避免捲入風波 游泳池無限期修緣 記者 宜蘭報導 但高中生在進入大學前 提前瞭解科技的特色 各大學在暑假會辦理營隊 而今天暑假 學生營隊大爆發 網路平臺統計 全臺的大學暑假營隊至少三百七十個 小隊構思劇情 分工拍攝與剪輯 參加世新廣電營的高中生們 以三分多鐘 影片呈現成果 臺南新國高中二年級學生 莊宮廷本來就對影像有興趣 一進高中 就鎖定這個營隊 高雄中正高中應屆畢業生趙雅軒 個人申請錄取世新廣電 早在放榜前 就決定要來 就算面試沒有上榜這個科系 我也可以先預先了解這個科系的相關內容 就是也就算沒有上也可以原自己一個夢想 這樣子 要讓高中生們更了解廣電系的特色 總招李相晴說是以電視逐漸沒落網路崛起為主題 去規劃課程 為此還請來校友知名的YouTuber講座 不過另一個挑戰是五天四夜營隊包住包吃 如何讓高中生們不會因費用而卻步 很多老師都是希望高中生可以更認識世新廣電 所以他們就是無仇來幫忙這樣子 而且我們還有就是兩人同行然後可以打折 所以有很多其實是朋友一起來 加入很多情境的節目的製作 還有整個直播跟網紅的培養 所以我們做了其實我們是半營隊 其實我們也在了解整個高中生 對於整個傳播學群他自己想要學習的方向 講師不知愁學校供宿舍五天四夜營隊六千八百元 高中生們認為合理 對學系有了進一步認識 統籌執行的大學生們說 從被教導者變身教導者實踐所學 辛苦的很快樂 記者小惠沈志明台北報導 長達兩個月的暑假 人類銀行調查照顧子女比例最高的是由家裡的長輩來照顧 其次是送安親班和幼兒園 有七成五的家長會額外安排活動 但平均要花近兩萬元 暑假放了三分之一 這家民間企業不時有員工帶小孩來上班 公司開放其中一間會議室 作為臨時托育場所 孩子們互相陪伴看影片 人類銀行調查 暑假期間只有百分之五點一的家長 把子女帶到公司工作 百分之四十點二的人靠家裡長輩照顧 大概安親班幼兒園還有校園的暑期社團 也都是目前家長去安置小孩中的幾個比較優先的選項 Flora在整合行銷公司上班 讓孩子才兩歲 先生也常加班 所幸公司體恤讓他在家上班 壓力大減 萬一不能在家辦公 可能就會請假耶 對 因為兩歲真的還是需要 很需要照顧的時候 然後他的作息啊 還有睡眠時間那一些 就如果亂掉的話 其實家長自己也會很辛苦 為了讓孩子不無聊 七成五的父母 額外為子女安排活動 最常規劃的活動是國內旅遊 體育活動 學科補習 暑期夏令營以及才藝班 而平均來看 為了這些活動 要多花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元 在我們的整體調查的家庭當中 這其實佔了他們百分之二十二的家庭收入 也就是已經超過五分之一了 安排活動需要足夠的經濟能力 不安排活動 又擔心孩子網路成癮 對有子女的上班族來說 暑假育兒壓力還真不小 記者林曉慧沈志明 台北報導 導演楊德昌 拍出許多享譽國際的電影作品 像是孤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還有依依等 在他事事十五週年之際 聯美館以及國家影視中心 同步舉辦回顧展 海營展 再現臺灣新電影的大勢風采 楊導應該是在天上 挺開心的看我們的工作成果 所以謝謝大家 回想策展的點滴 一顧導演楊德昌的遺霜 感性地邀請影迷 來回味大師風采 享譽國際的導演楊德昌 被視為是臺灣新電影的代表人物 遺霜將他生前的手稿 道具等的文物提供出來 加入國家影視中心研究及數位化 並且與北美館合作 推出電影大展 首度公開這些珍貴的文物 楊德昌的知名作品包括孤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伊伊 麻將等生前 曾獲金麻獎最佳雲柱劇本等的獎項 還獲得柏林影展評審團特別獎 並且獲得坎成影展最佳導演獎 成為首位獲得這個殊榮的臺灣導演 北美館希望透過二十二號開始的大展 讓影迷在沉浸式的展覽中 解讀楊德昌生前創作的軌跡 而國家影視中心二十二號也會進行 他的影展 引領觀眾走進楊德昌的電影世界 記者 陳嘉欣 吳家寶 台北報導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晚安 今天仍是高溫炎熱晴朗穩定 以午後雷震雨的天氣為主 上半天各地晴朗高溫都來到三十三到三十五度 此外今天上午八點的時候 生成第五號颱風度蘇瑞 我們從雲圖上可以看到在菲律賓的東方海面 未來大致上會以西北西朝臺灣附近海面移動 也預估在下禮拜二之後會對臺灣天氣造成影響 也提醒大家未來要多留意這個颱風最新的動態 至於在週末兩天的天氣的話 其實跟今天很類似 我們從這張圖上看到各地的高溫普遍都可以來到三十三到三十五度 降雨的部分大致上也是以午後為主 上半天各地大致晴朗穩定 不過中午過後要留意在東半部的山區 西半部整個地方都容易會有午後的狀況 特別留意在山區還有中南部的平地 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率 也提醒大家外出明天一定要攜帶雨具備用 那最後再提醒大家 明天大致上都還是屬於高溫炎熱的天氣 外出要注意防曬多加的補充水分 此外午後雷震雨還是蠻明顯的 特別是中午過後外出一定要攜帶雨具備用 另外禮拜天晚上開始受到第五號颱風的影響 在東半部恆春半島可能會有長浪發生的情形 那最後再提醒大家下禮拜二開始呢 颱風會逐漸的影響我們 天氣會變得比較不穩定 降雨具力會提高 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 我們最新的天氣動態 以上資料由中央氣象去提供 接下來提供您各地的溫度資料 明天北部地區最低溫是27度 最高溫35度 中部地區最低溫26度 最高溫35度 南部地區最低25度 最高是35度 東部地區最低溫6度 最高溫35度 最低溫35度 東部地區最低溫26度 最低溫35度 外島澎湖金門馬祖 是27度到33度 每口氣品質來看公務指標 明天北部普通 竹苗中部 海雲嘉南是良好等級 高坪是普通等級 明天以來花東還有外島 都是良好等級 楊金人公視晚間新聞 謝謝您的收看 明天同時間 我們再會 您見面